巴菲特说我就是个傻逼 巴菲特是不是被我们称为股神啊 但是巴菲特他这辈子没有投过互联网股票 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问他说 你错过亚马逊和你后悔吗 你怎么看自己 巴菲特说我就是个傻逼 那记者就问他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投资亚马逊吗 巴菲特说不会 记者说那为啥呀 我永远不投我不懂的领域 微软比尔盖斯跟他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比尔盖斯非常认可巴菲特 两个人非常好的朋友 就跟他讲说你买我股市股票 我微软多好多好多好 投了没有 做朋友可以就不投 我未来会改变世界的 然后巴菲特就问他一个句话 你是做一个什么玩意儿 操作系统微软是吧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你会改变世界是吧 互联网改变世界是吧 你能不能改变让人不可可乐的习惯 比尔盖斯说那改变不了 你能不能改变别人不吃口香糖的习惯 那改变不了 那我还是继续投我的口香糖 顿可可可乐吧 我一投就投三十年 这个公司不可能倒闭 它永远都存在 但是互联网呢 今天起来明天就可能倒闭 来告诉我是不是 所以老爸想告诉你什么 老爸想告诉你说 他只投资那些能够活三十年 四十年五十年的 互联网他搞不懂 他不是说互联网不好 他搞不懂超出了他认知以外 你们不要认为巴菲特搞不懂 不正常 他今年九十二岁了 你爷爷九十二岁懂啥是互联网吗 你跟我奶奶讲互联网 他都听不懂你在说啥 这么正常 你站在他的思维逻辑里 他是对的 他只赚他认知以内的钱 这个世界永远是 懂的人赚不懂人的钱 这里给我写上一句话 叫做你永远无法赚到 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 就算赚到了也是运气 通过运气赚来的钱 你会凭实力亏掉 这个世界有149种收割你的方法 知道你的财富 给你的认知 成什么比 成正比